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岸板鸭是中国四大板鸭中 制作最复杂 周期最长的一种 它要经过105天 14道工序来打造 我们南岸板鸭的同选材 我们都是选用的是大鱼的大利麻鸭 跟大鱼的小白鸭的这种杂交的产品 那么它首先保持了麻鸭的肉质感 又保持了白鸭皮粘 鸭苗从出生以后就在田里小溪或者池塘放养 那么整个从色香味型 它就能达到一定的美观度跟口感 食盐在中国人保存食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鲜的鸭肉只需一道盐 就可以封存板鸭最纯香的味道 我们搓盐以后腌制八个小时 调洗三道四边以后就进入了我们的奔版阶段 外形是桃圆形 就是通过我们的奔版制作把它形象更加的美观 晒晒成为最终决定南安板牙风味的执掌者 晒家的方式必须坐北朝南 板牙上午晒表皮面 下午晒底敷面 这样的晒晒方式板牙干得快 低油少 我们大雨得定多后的气候条件 白天的暴晒和夜晚的酸冻和交错心理 它的鸭子和油脂会慢慢地渗出 使外部的皮质香酥 瑞部骨脆肉嫩 历经十五天的天然亮晒 最终打造出腊香四溢的南安板牙 南安板牙最经典的吃法是清蒸板牙 板牙用温水浸泡二十分钟 目的是剔取表皮的盐分跟油脂 在水沸腾以后的蒸锅 把板牙放进去 蒸二十分钟左右 观察板牙的压腿 腿壁是否收缩 收缩以后出锅即可使用 蒸好的板牙 每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 咬上一口 咸淡适中 肉瘦干香 肥爱不利 南安板牙制作繁锁 周期产 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苦 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 像我七十年代的在厂里 都属于年轻的员工 所以我很担心记忆的失传 我们一直在进入这个岗位 从事这个行业 让我们五百年的记忆 能得以传承